我们女生对于买性能小钢炮有哪些需求呢 首先就是要好看 颜值高 第二是要安全可靠 第三就是它开起来要聪明 懂我 那如果是那种很难驾驭 很难伺候或者是赛道开两圈 故障灯全都报警的那种车 我们是不要的 那么能够满足我们这种要求的车 除了满大街的GTi和03家之外 难道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我同事呢这次就推荐了我一款 现代N 他们说韩系性能车好像还可以的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这次直接给我安排上赛 来试驾一下这个伊兰特恩 坏的一个拜托 一起来体验宗老师的掉头表演 来 现场呢太忙乱了 所以我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慢慢的聊 我觉得近几年随着自主品牌的发展 像引爆 R03++ MG7这样的CDM似乎有了崛起之势 那我之前也参加过这些自主品牌的赛道活动 也借过试驾车 那我也知道只要我说些什么就能踩中流量密码 但是我无所谓流量 我只想说参加这次现代N的赛道试驾之后 我感觉自主品牌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仍需努力 不过好在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 接下去我会从这几个方面来和大家聊一聊 先看一下目录 首先这台车开起来真的很棒 而且所有开过的媒体同行都对它评价很高 而且大家都会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品牌公关部 其实对这款车的销量没有什么目标 反正首批200台开放预定5分钟就全部抢完了 然后之后又追加了一些后续的新的订单 但是对于交付周期和销量目标 是没有任何的硬性指标和压力的 那我觉得就好像福克CXT 美甘娜 IS 还有C Type R 如果你身边有一位朋友是开伊兰特恩的话 那他肯定是一个有趣好玩有意思的人 他跑到哪里肯定都是同性交友达人 那我开下来我觉得这个车真的就是 南韩PDK 2.0T的发动机 有276的马力最大扭矩呢 是392牛米 8速试试双离合 电子的限滑差速器 驾驶相关的参数啊 支持高度的自定义 有很明显的回火声 后备箱呢 还有H型的加强键 散热能力也超级强 还有4点式的竞技塔顶 弹射起步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点 就是那这台车呢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到后备箱 你就是静态的摆在那里 你都能跟你朋友吹很久 另外呢 这台车在弯道中真的很顶 就是它就算推头了 它也不会失控 它还是能拐得过来 就是真的稳 好开 现场呢 有几十台的试驾车 都是国际版的 那开机的时候呢 你还能听到韩国小姐姐 给你播报一段 懂的朋友可以翻译一下 那这些试驾车 我们分组的跑全场 在上午经过了一系列 激烈的驾驶之后 下午啊 跑了二十多圈的上赛全赛道 依然都没有报警 车况很稳定 那另外一大亮点呢 就是现代恩的整个教练团队啊 非常的宝马 可以说是宝马教练的原班人嘛 所以他们带队的风格 也非常的宝马 整个活动的专业度和 让大家放手去玩的这个程度啊 都是值得自助品牌学习借鉴的 当然这也是基于产品 稳定可靠的基础上 然后需要稍微吐头两句的 就是我个人觉得 任何车在上赛的 这个背景的加持之下 拍照都会很帅很出篇 但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普通的马路上面 看到一辆这个战斗风格的伊兰特 你会为它的颜值打几分呢 我觉得不留情面的讲 可能大多数人还是会觉得 330或者是AMG A35 或者是S4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那另外呢 我知道现代领导他们的想法呢 就是能够上下班带不开 而且还能带小孩 同时呢又兼顾高性能 但是你想想那些真正喜欢开钢炮的那批人 他们会选择一辆这么长的三箱家轿吗 所以这款车的产品定位还是挺分裂的 在电动车横行的时代 现代N付出的这些努力还有意义吗 那么现代呢 是在纽伯格林北环有记的研发中心 而且呢 它也参与到了 WTCR WRC 纽伯格林 24耳奈利赛 TCR这些国际级别的大赛 那N呢 是它诞生的故乡南洋和纽伯格林的首字母的缩写 然后他们品牌的理念呢 是Never just drive 无乐趣不驾驶 品牌有三大迭 分别是弯道 顽童 日常跑车 和赛道性能 怎么样 是不是一下子就燃起来了 键盘值都拉起来了 那么冲击国际赛事 并且把赛道上面技术普及到 民用的市售车型上 是每一个品牌向上的必经之路 是提高品牌形象和品牌溢价的一个必修客 那我们的自主品牌呢 和韩系品牌其实很像的 在世界的范围内 我们都是汽车工业起步偏晚的国家 在成熟发达的汽车市场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以性价比高的形象 使人去吸引销量 那所以也就很好理解 为什么伊兰特恩的销量 他们并不看重 看重的是要制造一段佳话 那我想这个道理 领克也是很懂的 任何一个强大的品牌 它都需要赛道成绩倍数 都需要有高性能的旗舰车型 现代恩对于自主品牌 有哪些借鉴意义呢 我觉得相比引入一款车型 更重要的是 现代它引入了它的赛车生态 他们为前200名订购的车主 提供了惊人的权益 除了一些常见的之外 还包括TCR China 纽伯格林242奈利赛 WRC的观赛邀请 还有现代Driving Experience的驾驶培训 请问现在还有哪些品牌 能够做到这些权益 也就是说你买一辆车 不只是自己在那里孤独的玩 而是可以和专业的教练 去交流学习 而且还能参与到国际的大赛中 就是说你买了一辆车 并且你还获得了一种 酷炫的生活方式 那最后来扯一下 现代伊兰特N和本田 C Type R这两款车怎么选呢 我觉得伊兰特N它有着 换挡速度和性能 都看齐M Power的性能 而且还有更智能的电控系统 但是Type R呢有手动挡 但是8速的双离合 它比手动挡更快 更无缝衔接 更加的动力无中断 但是手动挡呢 更有操作感 更有人机的交流感 总之呢 我觉得愿意买这种车的人 一定都是有趣 有个性的车迷 选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最后呢 我希望各大组组品牌 未来都能够有自己 拿得出手的性能旗舰 并且能够在 国际赛事中展露头角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